莫野看电影,越看越过瘾 大家好啊,我是莫野鸭 看过多少部片才能找到这些直击内心最软触的经典 一起看一部1988年阿汤哥的语人 假如20年后你遇到一个你从未蒙面过的哥哥 你会是如何的感受呢 查理,一个年近而历的古董车商人 可最近的一批货物却因为环保原因迟迟不能交货 这让他公司的财物有些吃紧 乌楼偏逢连夜雨 和女友赶去旅馆的途中却接到电话 他的父亲去世了 而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得到父亲的消息 查理16岁时候,门门考试得A 所以得得瑟瑟地开着父亲珍藏的敞篷跑车出去溜达 没想到父亲居然报警 这让查理体验了牢房生活足足两天 而这正是导致他们父子决裂的导火索 查理离家出走,父亲也不闻不问 可毕竟父亲去世了 他不得不来办理父亲的后事 父亲是个商人,有钱,有房,有车 他的遗嘱将那辆两人矛盾导火索的车继承给了查理 但父亲的300万家产却继承到了另外一个人 而这个受益人查理无权得知 查理从欢喜到愤怒仅仅在几句话之间 他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却无法获得财产 有些癫狂,毕竟这是300万美金 他来到信托管理中心 套出了委托人是一位精神医院的院长 而受益人是一位患有疾病的患者 他驱车赶去医院让女友在车里等待 来到医院和院长对峙 但院长出于保护受益人的权益 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愤愤然离开了院长室 回到车上却看到一名患者 说的这是他自己的车 他开过 而自己的名字叫做雷蒙 家庭地址和查理的一模一样 而赶出来的院长看到这一幕 也和查理说出了真相 那是他的哥哥 二十多年前就送来医院了 而这却让查理更加愤怒 父亲即使将钱给到这个傻哥哥 也不愿意给到他 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要夺回这笔财产 而办法就是成为哥哥的监护人 他未经允许 擅自带走了哥哥赶回纽约 可全程都在参与的女友苏赛 有些看不下去了 觉得他是在利用哥哥 而不是把他当作哥哥 愤然摔门离去了 但对于现在的查理来说 钱可能比女人更加重要 他独自一人带着哥哥 踏上回纽约的旅途 可这个自闭症患者的哥哥 却让他有些抓狂 哥哥的生活习惯固定 且近乎苛刻 就连早餐都需要固定的食材搭配 一不小心打翻了服务员递来的牙签 哥哥却立马数出了牙签数目 246根 而查理的客户也催着查理赶紧回公司 于是他们准备乘坐飞机赶回 可哥哥却认为飞机不安全 还一一说出了这些公司飞机失事的具体时间和航班 无奈的查理原本三小时就能赶到的纽约 硬生生的变成了驱车三天 而这只是这趟糟糕旅程的开头 哥哥每天叨到自己要穿特地的内裤牌子 而到了每天下午人民法庭节目播出的时候 死活他都要准时观看 这逼得查理即使开车在路上都要停下脚步 敲门找寻好心人收留他们观看电视 一屋的孩子只能够乖乖地陪着哥哥看着法制节目 查理认为哥哥这是病 可以治 找到了心理医生 医生问着查理问题 4343乘以1234等于多少 哥哥秒数回答上来 医生惊讶了 这哪里有病 这是天才 而此时查理的小秘书也电话过来告诉查理 公司破产 但自己却因为哥哥脱累还困在路上 他想放放热水洗个澡 却一下子惊吓到了哥哥 不断地说着会烫着孩子的 烫着孩子的 而这时才了解到 原来曾经查理小的时候 哥哥雷蒙打开热水给查理洗澡时 差点烫伤了查理 父亲这才将哥哥送去了疗养院 而自己孩童时期记忆里给自己经常唱歌的语人 正是哥哥雷蒙 只是自己当时年幼听力不详 将Raymond继承了Raymond 这一下勾起了自己深深的自责 其实父亲将所有给了自己 而哥哥一直默默地爱着自己 他电话给女友求的原谅 可公司破产的压力却无法逃避 不经意间 他发现了哥哥惊人的技牌天赋 带着哥哥换上帅气的西服来到拉斯维加斯 他们大赚了八万多美金 这足以还清查理的负债 而赌场的安保人员调取了录像 也没有看出破绽 因为不可能有人能够联系六副扑克 雷蒙还邂逅了一位赌场的辣妹 查理打开了音乐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教着雷蒙跳舞 女友苏散赶了过来 三人准备带雷蒙赴辣妹的约 可安保经理叫住了查理 他们已经将查理拉入黑名单 让他们尽快离开赌场 而雷蒙没有等到辣妹 却在电梯间被疏散交回了嘴唇 到底是有多么的柔软 这一趟旅程的经历 让查理越发的珍惜哥哥 可院长赶来了纽约 他给查理25万美金 让他离开哥哥 可他拒绝了 此时的查理早已经把亲情 看得比金钱更重了 但由于查理未经允许带走了哥哥 而且一路上让哥哥赌博驾车 最终还是判定 哥哥必须回到疗养院 查理只能接受这个决定 头靠着头 和哥哥享受最后的亲离 哥哥不断念叨着 查理 查理 我是鱼人 临别的火车即将开动 查理备好了哥哥 所有喜欢的物品 送哥哥上车 他告诉哥哥 自己两周后就会去看他 雷蒙说着 两周 336个小时 201600分钟 1209600秒 Ending 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查一部 我是雷蒙的纪录片 不过可惜的是 雷蒙在09年 已经离开了我们 哥哥永远是一个 很简单的词语 可里面蕴藏着 多少你看不到的付出 默默为你承担一切 听你唠叨 担心你的安危 关心你每次洗澡的水温 如父如母 却又是你儿时 最亲近的玩伴 片里不光光是父子感情 兄弟亲情 还有的是对自闭患者的一种 别样的关怀 据说这部影片的雷蒙主演 达斯丁霍夫曼 为了演这部电影 和自闭患者生活了一年 才能够如此唯妙唯笑的出演 某半8.8分 也表明了该片的优秀 但最后的结尾 我想说的是 其实每年自闭患者都在增长 而且据了解 自闭症也越来越低龄化 其实他们和雷蒙一样 拥有爱 也异常的聪明 他们不是大众认为的傻子 他们其实是璀璨的流星 去关怀他们 包容他们 陪伴他们 他们会给你 意想不到的回报 而你会得到 比你付出的更多的爱 因为他们的爱 更单纯 更纯粹 我是莫言 每天我砍够的话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